德不孤必有林花莲青商会积极推动慈善公益 与光复香带会关爱社会弱势理念不谋而合 而在今天上午攜手颁发了光复香内的无所小学 表现优异的清函学子5000元的奖助学金之外 也带来大批的文具礼品赠送给无所小学的每位学生 而香带会主席廖一军也代表各校 颁发感谢状感谢花莲的青商会 在光复香带会的牵线下 花莲青商会会长张于慧带领十多位的干部会员 带着大批圣诞节礼物 奔送给大金大富以及大新光复与泰巴朗无所小学 祝福每位学生圣诞佳节快乐 各校校长也亲自到场致谢 不仅如此针对了无所小学 表现优异的清函学子 花莲青商会也颁发5000元的奖助学金 身为太巴朗部落席部的会长张于慧 也期盼借此抛砖引玉 以绵薄之力鼓励他们努力向学 今年我们花莲青商会的极难救助金 我们选择到了光复的偏乡学校来发放 那因为今年我们花莲青商在光复乡这个地方 在太巴朗部落 我们做了一个全国性的青商活动 那当时有全台湾的青商会长都来到了太巴朗这个部落 那我们决定今年在这个地方作为发放 希望这些就是清函讲助学金可以帮助这些小孩子 让他们就是更学习更加努力 德不孤必有灵 相当重视也支持学校教育的光复相待会主席廖一军 与会长张于慧首饰 在关怀弱势家庭孩童的教育理念不谋而合 因此今天也率领副主席吴依珍等代表会同仁支持 致政感谢壮 感谢赞扬花莲青商会的爱心善举 那在这里我也要谢谢我们花莲国际青商会 来我们光复乡挹助资源 那我想在未来一军对于地方上的建设也好 工艺也好 还有我们学校学生的教育也好 一军一定能够全力以赴 向上级以及社会争取更多的资源 挹注到我们光复乡 成立至今第59年的花莲青商会 为县内三个之力最久的社团协会之一 成员皆为40岁以下年龄层的花莲青商会 推动社会公益慈善活动不遗余力 今天专程南下光复乡 颁赠奖助学金也赠送圣诞节礼物 青商会的爱心也温暖 光复乡每一个人的心 花莲国际青年商会 好友好友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